刚刚我们在听到诗歌之前 都有一段一段的经文 那么当中有一段经文 是从以赛亚第九章 第一节第二节选出来的 我印在 打在头影片上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再一次念一次 但那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幽暗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这段话是以赛亚先知 在主前大概七百多年写的 距离现在已经有两千七百多年了 将近三千年的时间 这几句话 今天我们在过三年节的时候 今天我要从这三句话里面 我们要记得三件事情 因为圣诞的烛光到底什么意思呢 圣诞烛光代表什么呢 不但在耶稣降生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大光出现 我们看到有星光来引路 其实早在以赛亚的时代 在主前七百多年 先知就已经预言了 宣告了这几句话 我们再念一次 但那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幽暗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第一句话说 那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幽暗 稍微思想一下 那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幽暗 今天我们看到孩子们 坐在这里也很乖 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从头坐到现在 孩子坐在这里 而且我们用中文进行 他们大概可能很多人 还听得懂 不容易 可能孩子们还小 他们还没有这里所说的 受过痛苦 可能他们说 有啊 已经受过痛苦了 但是我想在座每一个人 我们活在地上的人 我们都受过痛苦 有没有人没受过痛苦的 葛培里牧师 曾经在好多年前 当他还年轻的时候 他常常跟一些美国的总统 都出入的 总统都很尊重他 他还被常去参加 那个总统的 美国总统的早餐会 他有一次在一个早餐会里面 发表他的信息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圣经 以及我们的人生 都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人生有三件事情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没有一个人 能够免去人生的三件事 包括总统 包括参议院 众议院 任何的领袖 君王 没有一个人 能够免除人生的三件事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 死亡 没有人能够免去死亡 第二个 没有人在世上能够免去罪 第三就是苦难 受苦 英文说suffering pain 人生在世 这三件事情是免不掉的 但是这里这句话很宝贵 他说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幽暗 所以圣诞的烛光 第一个意义是什么 什么意义 圣诞节要带来 极大的安慰 第一个光是安慰之光 神要来安慰受苦的百姓 神要来安慰我们的眼泪 甚至到个地步 上帝猜他的儿子降世为人 也就是圣诞节的故事 神的儿子来到人间 甚至降杯 生在马槽里面 昨天晚上 我还在准备的时候 我在查我的email 就发现有一位姐妹 送给我一个email 我很好奇 打开来一看 因为他题目就说 你知道什么叫做 king size bed 你知道什么叫做 king size bed 什么叫做 你知道我们在美国买床 床有大小 对不对 有twin bed 有queen bed 还有什么 king bed king's bed 还有什么 couni for the king full size bed 很多种 那他说 他题目就说 do you know what king size bed 我今天问你 什么叫做king size bed 什么是king size床 最大的 最豪华的 结果打开 那个email一看 是什么呢 原来是马槽 是马槽 你不要搞错了 你以为king size bed 是个最大的 bed 不是 真正的king size bed 耶稣是君王 来到人间的时候 他睡的床是什么床 是个马槽 上帝 神圈里面最难的困难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上帝 是一个受苦的上帝 我们的神 是一个受苦的神 我们的耶稣 再见幽暗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巴不得今天 有过圣灵节的时候 你能够很生气的明白一件事情 上帝知道你的痛苦 上帝要安慰你 上帝要安慰你 刚刚孩子们唱诗歌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听的时候 有没有感动 我刚才听到孩子们唱的诗歌的时候 我受很受感动 我眼泪都几乎掉下来 那个诗歌的歌词 听到弟兄姊妹 圣经说 它是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那诗歌里面 每一项每一项都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 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 在我们痛苦的时候 在我们无助的时候 祂在我们旁边 祂说我们的安慰 圣诞节的主光 第一个光是安慰之光 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有爱 感谢主 第二句话 我记得吗 我们前天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神的光不但是安慰的光 神的光也是一个引路的光 神要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面 带领我们 引我们的路 圣诞节的主光 要变成一个大光 要来指引我们的人生 这里告诉我们说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黑暗中走过 我相信一定有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在一片漆黑的当中 你要行走 你真的不晓得你下一步踏下去 是实的是空的 不但如此 你不知道人家 继续走下去 到了这条路 对还是不对 这就是人生 很多人 我们可能也走过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圣诞节给我们人生 带来极重要的一些方向 因为神爱世人 神的这个行动 耶稣来而人间 肯定了我们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只活几十年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该怎么走 我们不知道前面是如何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爱我们 神的儿子耶稣又来到人间 要指引我们的道路 祂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很重要 你怎么走很重要 祂要来带领我们 祂要来指引我们 祂用光来光照我们 要领我们走一条正确的路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巴不得你在过三年纪留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上帝的光已经来了 你不必继续在走黑暗的道路 你要面对上帝的光 走在上帝的光中 我盼望在这一年三年节 你都很明确的看见 就好像那个三博士 来找耶稣的时候 有星光在领他们的路 今天为盼望你能够知道 耶稣降生 要来引导你一生的道路 你不必走在黑暗里面 但亲爱的弟兄姊妹 可能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这个黑暗 不是外面的黑暗 是里面的黑暗 换句话说 当外面有光的时候 有的人还是没看到光 为什么 因为他瞎了眼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最大的黑暗 事实上不是外面的黑暗 最大的黑暗 是里面的黑暗 不是肉眼的黑暗 是心眼的暗 是心眼的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的大光要来到这个人间 因为下一节经文说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要照耀他们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要照耀他们 这些人不只是暂时停留在 死因之地 他也是住在死因里面 什么意思 表明这些人 是眼睛瞎忙的人 他住在死因 住在黑暗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的光不但要照在外面 上帝的光要照在里面 耶稣基督来 圣诞节的光 圣诞节的意义 告诉我们耶稣的光 不但照在我们的外面 领我们的路 让我们走在正路上面 上帝的光要照在我们的里面 来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 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 因为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外面有光 你的眼睛是瞎的话 你还是看不到光 我们需要的是里面生命的改变 我们需要看见 有光来照耀我们 光照我们 让我们里面的黑暗能够被除去 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光 神的光 神的拯救 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肉体软弱 也不是我们智慧不够 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罪 我们离开了神 我们得罪了神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跟神和好 需要上帝的赦免 需要被洁净 需要被广告 需要被改变 眼睛需要被打开 才能够看见上帝所预备的光 上帝所预备的真理 预备的一切的丰盛 我相信许多基督徒都有这个经验 当你得救的时候 当你蒙受上帝拯救的时候 好像世界都变了 其实世界好像没有变 世界还是原来老样子 但是你变了 你眼光变了 所以整个世界你看来都变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诞的光就要这样子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来拯救我们 来拯救 下面两句经文请大家一起来念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却要得到生命的光 再来一次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耶稣说给我们的光是生命的光 谢谢主 第二句话他说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再来一次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我盼望今年这个圣诞节 你记得圣诞烛烛光的三个意义 你记得吗 还记得吗 刚刚提到三个意义 第一个是什么 安慰的光 还有呢 引路的光 拯救的光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刚刚那个圣经 但那受过痛苦的 一位弟兄姊妹 祝福每一位朋友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 主要愿你圣诞的主光 成为我们生命的大光 给我们安慰 鼓励我们 兼顾我们 让我们更求你的光来指引我们 光照我们 让我们走在正路上 让我们更求你 更求你 你的光 你自己来拯救我们 把我们从死因之地 拯救出来 把我们从瞎一眼的光景里面 打开我们的眼睛 主啊 让我们看见 你真是世界的光 主啊 我们要从你那里 得到生命的光 让我们每个人 信从你的人 都成为光明之子 天父 谢谢你给我们 这么宝贵的礼物 我也恳求你 让我们一年一年过圣诞节 让我们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你降生的意义 让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光明之子 谢谢天父 愿让我们的敬拜 愿让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我哭了 我哭了 我哭了